小的时候我家就在天子堂对面 刚出生的时候到五六岁的时候 常常跑到教会去拿面包吃 有点宗教的影响 但是影响不大 一直到美国来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少数年训练的不好 强熟中学毕业都是混混的 当来到美国1983年 84年尤其是来到Berkeley的时候 那时候人生真的很恍惚 又没有遗迹之长 又没有什么东西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在偶然的机会我就去教会了 其实1977年的时候 在教会里面就碰了一些很可爱的姊妹 一些弟兄很关怀我 很爱护我 有没有车就带我去买东西 慢慢我也就从教会里面长大了 在我过去的人生这一段时间 我觉得神对我有改变很大 从一个很不懂事的一个女孩 像小太妹一样的女孩 变成了今天妈妈 然后回去拿了研究院 我想这就是因为神对我的改变真的很大 因为我受洗了在1978年的时候 是复会节的时候受洗 那时候我真的很感恩 觉得我有的都是神给我的 而不是自己拿的 今天我被选上也都是神给我的 当然朋友也很多帮我忙 这次我又要竞选了 我觉得很多事情神都帮我把前面路都铺得好好的 我一讲我就要哭了 因为没有他我就不会有今天 我永远记得我这次竞选的时候 礼拜五的时候就50个人 我还跟上帝讲说 哎呀这下糟糕了 没有人来了我怎么办呢 我就开始抱怨 后来我就学会了要安静 要真正学习感恩要感谢 在感恩感谢之中 在礼拜天那一天真的很奇怪 我就200个人都进来了 而且有些朋友很久没有见了 说听到朋友讲他们就来了 我觉得宗教对每一个人对我每一个人的看法 但宗教对我来讲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环 因为它让我看清了世界上的一些东西 因为它让我原谅一些不可原谅的事情 我还是不是很完美 但是我觉得我尽量往那个完美的方向走 我学习了爱人 我学习忘记一些人对我不好的事情 我觉得在宗教里面 我还有一样功课更要学的 不只是说学习原谅人家 我也要学会更大一点 就是原谅 把人家给忘记人家做对我不好的事情 有时候我还是烦人 还是会一些小小的事情会影响到我 但是我想因为上帝的关系 我慢慢走向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就是怎么样学习原谅人家 怎么样学习忘记人家对我的不好 所以这次进学也让我很多功课我在看 也在学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 真的是我们一些人不能理解 也不能谅解的事情 但是神在看着我会带顶我走最后一条这个竞选的路程 当然 因为 六 贼 两 Pend 和 一